大家好,台山是滑销之乡,也是鱼米之乡 帅哥美女特别多,尤其像我这样的 还得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啊 在我手上这一块呢,是台山玉的冰皮料 它的表面呢,像一个冰皮月饼一样 准备用来做一个印章,是以一个客户定制的 顺便帮它来记录这一个过程 现在从切割开始,先把这些裂痕切去 这些裂痕,这里呢,尤其是斜的裂 它有一条斜的裂痕,把这些先切出来 都打磨,打平面 然后再刻上这个字就可以了 现在,来切个吧 这是一条裂痕,从这里切开 切开来呢,它是有黄色的 现在放大就看得清楚了,是不是像一个月饼一样 那个皮白色的 里面是有黄色的,这个皮 这个就做冰皮料 做印章也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这一块料子呢,豆手也可以做一个软珠 也可以的 现在呢,这个客户的优求是做一个小一点的印章 有可能那个皮切去了,留这边吧 我看一下能不能留得下来 现在切割呢,发现这条斜的裂痕太深了 没有办法从这个做一个长一点的 因为它的裂痕呢,从这边呢,这条是斜的这边过来的 从这样开的话,这个斜度这样分 应该是拿不了多少 这样切吧 从这里切一个,做一个这么长的章就可以了 这样切 我继续就没办法 好 小小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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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